台湾这几年推动观光很流行的就是把很多的老社区老房子重新把它活化而变成一个新的景点 没想到这个做法成功之后也影响到我们的邻国包括了香港 香港政府如今也在活化改造他们的旧城区 像是中环一带就出现了好几栋非常有意思的建筑 包括百年老楼变成了文化的富裕基地 过去的警察宿舍过去的一些国民住宅也变成了新的景点 甚至这些地区像大导演吴宇森还曾经小时候住过 最神奇的是过去的香港殖民时代的政府 如今这个楼变干什么呢 变成一栋高高的六星级观光大饭店 你一定会想去住一住 回味一下当初的香港的殖民风味是如何 看来城市虽老但随时活化都不会晚 我们看看香港的老城如何来灌输给他们自己的新生命 人来人往站在香港中环街头 在抬头网上看高楼大厦一栋一栋高 发展一百多年中环是香港政经中心 上来拼命改新建筑新地标 但九年前这里喊出一个口号 保育中环 为在太平山半山腰制作文创中心 成了第一个再造计划 它有个特别的名字叫原创方 原是原始第一趟首趟的意思 那么创世创业创造方式地方方式方法 我们希望为香港的创业人 在香港打造一个发展的一个平台 四百平方股指大超过百个个性小铺 每间设计商品都不一样 巴黎鞋改建时幕后团队也曾到过台北松烟文创园去考察 但为什么说原创方是保育中环的一个计划 因为他的过去你可能猜不到 为在香港中环这两座由石墙堆砌而成的白色建筑物 六十多年前曾是香港已婚警长的宿舍 如今虽转型成为文创中心 不过仍保留许多过去的痕迹 像是这一整排已经生锈斑驳的旧信箱 上面仍然编列着当初宿舍的门牌号码 我们再往里头走一步 可以看到这座楼梯充满着浓浓的古早味 我们所有的围院围厂 我们都是保留 都是1889年来的 包括中央书院的地址 1889年的地址 还有那个大的十楼梯 楼梯间这块复古的圆形铁窗 就连各层楼的走廊 都是当地的模样 唯一新建的是这座重满植物的空中花园走道 逛累了可以在这里收压放松 而就在原创方完工前一年 保育中环出现第二座建筑物 准备再造 位在太平山山脚下 25层楼高 眼前这栋白色大理石建筑物 是中环刚落成的五星级饭店 美丽酒店 半世级前他曾是香港旧政府办公大楼 四公尺大巨型的正方形窗户外 还保留整栋办公大楼建筑外墙 而保育美丽大厦计划最特别的既不是建筑物本身 这棵结果绝迷一度冰离死亡 改建时香港政府要求列为保育项目极力挽救 借着美丽大厦的历史 不经老树靠的铁链支撑 树叶繁身冒币 也是美丽酒店的正殿之宝 户外的树搭上室内镇金色系装潢 大体音调升华 等级媲美半导酒店 打开电梯门空间宽敞 这些客房绝佳视野是最大卖点 除了无敌海景 就连半山药的山景都看得到 除了中环 隔着维多利亚港 对岸的九龍半岛 也有座特别老建物 城坑翻溪 座落山边 有两座橘色系建筑物组成的 气垫屋舍也有64年 它的前身是公屋 更是香港朔国锦存的H型大楼 美和楼 二战后香港需要大量新建公屋 美和楼名列41栋 知名导演吴宇森也曾住过 这种H型大楼最大的特色 就是公厕和洗澡间 集中盖在H中间这条横线的位置 房间通通位于横线的两侧 所有的房子它都可以往外面看到 而且只有一间十小的地方 全都安排在这个中间的位置 所以希望它们可以很快很快地完成这个建筑 因为是硕国仅存的H型大楼 美和楼的改建历经多次争辩 直到五年前才尘埃落地 这个美和楼是属于香港 可以说是我们搭着我们的历史 搭着我们的一些当时的香港精神的一个地方 改建后一二楼转型成博物馆 重新当地人公屋的模样 陈列在屋外的九屋灶 一室一户三名多大的容纳五人 这里陈列1950年代和1970年代 各两间模仿公屋的房间 还有公屋棗间完整呈现 过去香港人的公屋生活也具意义 老街屋历经再造翻新 赋予新的使命与任务 老一辈的情感与回忆还在 但香港的风貌在改造后 已悄悄地改变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